2023年11月初 缅北战事正列之际 四大家族的老大白索成逃亡仰光 但几天后 被缅军政府用直升飞机送回了国杆 军政府要他稳定军心 带领军众抗击彭德人领导的同盟军 11月4号这一天 白索成对国杆民兵组织发表讲话 他说 现在国杆兵强马壮 光白加兵力就有4000人 同盟军赶进国杆 就让他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白索成讲完话后 他的二儿子 以及白家民兵大队大队长的白英苍 也上台讲话 他比父亲白索成更豪气冲天 他说 我们绝不会投降 我们要和国杆共存亡 我们要跟彭德人的同盟军死磕到底 也要跟彭德人背后的某大国死磕到底 他话一讲完 底下台响起一遍热烈掌声 但白索成脸色却变了 随后 他将白英苍叫过来大骂道 你骂彭的人就骂彭的人 扯背后的某大国干什么 你找死啊 白英苍不以为意 怕什么 大不了鱼死网破 白索成叹了口气 说 你还真是横 是的 这就是白英苍 横自当头 从小横到大 白英苍出生于1992年 是缅北四大家族白索成的第四个孩子 也是第二个儿子 白索成一共生有五个子女 大儿子白英能 果敢百胜集团老板 并在老街上经营百胜酒店 主要负责处理白家在政治方面的关系 大女儿白英香 果敢格胜公司董事长 果敢慈善基金会负责人 妇女会主任 平日比较低调 二女儿白英蓝 1989年生 是白家百胜集团的董事 她自己又一手创立了新百丽公司 在白索成女儿中 她是最漂亮的一个 同时也是最心狠手辣的一个 小女儿白英改 1994年出生 曾跟二姐白英蓝 从事诈骗业 后来自己成立了诈骗公司 白英苍从小就是个刺头 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云南读的 但中学没上完就辍学了 辍学后的白英苍 开始在社会上混 当然 作为白索成的儿子 她的混不是一般人的混 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了一帮小兄弟 他们学着香港电影里 古惑仔的样子 到处招惹是非 但别人敢怒补不敢言 人们送她一个外号 果敢小霸王 那一年 在一家游戏听完游戏时 白英苍看上了一个女孩 女孩年纪不大 长得很漂亮 但一打听 女孩是魏清涛的女朋友 魏清涛 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 魏超人的小儿子 比白英苍小几岁 她也是个混是魔王 没读几年书 就开始在社会上混 别跟姓魏的 今天搁我走 那天在游戏厅 白英苍要带走女孩 就在这时 魏清涛来了 见自己女朋友被抢 哪里肯医 于是两个混是魔王 大打出手 他们从游戏厅打到大街上 白英苍人多 炸了优势 魏清涛手臂被打骨折 若不是他跑得快 估计小命都难保 这下魏超人不乐意了 他找到白索成 只有一句话 白主席 小青年打架 是岁不大 但要管 子不教父之过 这句话 让白索成下不了台 这几年 魏家势头很猛 也为魏超人 长女魏荣很能干 他创办不久的亨利集团 发展十分迅速 这让白家有些忌惮 白索成将白英苍 一顿胖凑 之后禁止他在胡混 要他跟大哥白英能 学做生意 白英能比白英苍年长十岁 但形象不太好 年纪轻轻 就大富便便一身肥肉 这两兄弟相互瞧不上 白英苍觉得 大哥性格平庸 除了吃 没啥本事 这几年 白家之所以被魏家压着 就是这个当大哥的无能 而白英能更觉得 这个弟弟更是个混混 上不了台面 那时白英能身上的职位很多 除了管理家族的百圣集团 还经营着一家酒店 更是白家民兵大队的大队长 白英苍曾跟父亲提出 由他来当民兵大队的大队长 但被白索成一口回去 你当个屁 先把自己管好再说 这让白英苍很不服气 不久 机会来了 有一年 被赶到山林里的 彭家生之子彭德人 带着队伍攻打果敢的 外围蜡树 白英能带着民兵大队去迎战 但很快被打得丢回卸甲 危机关头 白英仓横进上来了 带着一帮兄弟组成赶死队 自己端着一把AK四七 冲锋在前 靠着顾不要命的横进 竟将彭德人赶跑了 这一议让白索成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 也顺理成章将民兵大队交给了他 白英仓接手民兵大队后 不断招兵买马 刻苦训练 加之这人很讲江湖义气 许多人愿意跟他 几年下来 他的民兵大队发展到了近五千人 成了果敢规模最大 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私人武装力量 有这支队伍做一撑 白英仓开始跟其他几大家族抢地盘 抢人员 抢资源 有一年 为了争夺电炸人员 白英仓跟国敢另一大军阀明学昌家火拼 打死对方私人民兵三十多人 这一仗将明家的气焰打了下去 一年后 白英仓自己也创办苍盛科技员 他二姐白英兰也成立新百利集团 都是从事电炸以及黄赌毒行业 一时间 白家又成为国敢的老大 这些年白英仓赚了个盆满钵满 他底下名车无数 名表无数 他经常在自媒体平台上晒他的豪车名表 也经常与一些明星交朋友 去年他过三十岁生日时 奢华的生日宴轰动了整个缅北 包括瓦邦甚至第四特区在内 缅北所有大佬悉数前来捧场 就连包括在明星曾志伟侯月华在内的二十多余国内明星都录视频送上祝福 一时间 他的风头光照整个缅北 如今的白英仓成为国敢四大家族二代里的扛靶子 而在这一过程中 白英仓也没少干残害中国同胞的事 他们白家的电炸园区虽然规模不是最大 但杀人最狠 残害中国人最甚 可以说白英仓所积累的财富里 每一分钱都流淌着许多中国人的血与泪 白索成从白英仓身上看到了白家的希望 认为这个小儿子确实比大儿子够横也够狠 于是决定好好栽培他 栽培他将来接任国敢自治区未来的主席 现任主席是李正福 是缅甸军政府在国敢的代理人 而要接任主席 第一步是要掌管国敢的财权 即担任国敢财政局副局长 局长由自治区主席兼任 但这一职位是香波波 许多人盯着 尤其是魏家 魏超人有意扶持儿子魏清涛 也想让他担任财政局副局长一职 当年魏超人和白索成一起 曾是国敢王彭嘉生手下两员大将 不过后来又一起背叛彭嘉生 跟缅甸政府合作 赶跑了彭嘉生 对魏超人这个老伙计 白索成一直是忌惮的 放心吧 爸 我会想办法对付魏家父子的 白英苍对白索成说 白英苍的方法很简单 也非常的下三滥 有一次他去二姐白英兰的公司有事 看到白英兰正在处罚一个女孩 女孩是网络赌场的何官 长得十分漂亮 但前两天想逃跑 被逮住后 白英兰打算将他卖到果敢的色情场所去 白英苍见了 问女孩会不会贺哥 女孩战战兢兢的说 还行 然后白英苍对白英兰说 这个女孩让给他 你要他干嘛 白英兰问他 自然有用处 白英苍狡黠的说 几天后 白英苍将女孩包装打扮了一番 然后将他送到四大家族之一的 刘国喜的夜总会 去当驻场歌手 他已经打听到 魏清涛是这家夜总会的常客 那天晚上 魏清涛又去了 当那个新面孔女孩 溢出来献唱时 魏清涛立即被女孩迷住了 他让手下给女孩送了一支玫瑰 在这家夜总会 一支玫瑰等于一千元 可等他可刚送完 一个声音从角落里响了起来 我送两支玫瑰 靠 竟然有人跟我对干 魏清涛很生气 扭头一看 竟然是死对的白英苍 对方正笑吟吟看着他 魏清涛很不服气 叫了一声 我送四支 八支 白英苍又微笑着叫了一声 夜总会里开始有人起呼 这让魏清涛有点下不来台 他再次叫道 十六支 底下响起一阵欢呼 三十二支 白英苍继续笑着喊了一声 底下的起哄声更大了 马拉格X 六十四支 愤怒之下的魏清涛豁出去了 他绝不能让白英苍压过他 但这次 白英苍没有再接话 他走到魏清涛跟前 笑笑说 清涛 你赢了 今晚的美人归你 说吧 他转身走出了夜总会 魏清涛潮他的背影吐了口唾沫 当天晚上 他将女孩带到了酒店 由于头天晚上喝了不煞酒 第二天很晚才起床 起床后发现女孩还在睡 他推了半天 对方都没反应 他感觉不对劲 用手一摸 女孩竟然死了 他吓得一跳 酒全醒了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开门时 门却被打开了 进来的是酒店经理和警察 警察说 接到报案 这间房有人丧命 他们看到女孩的尸体后 大惊失色 魏清涛对警察说 知道我是谁吗 这是跟我没关系 但无论他如何辩解 这是很快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上了网络 魏家上下打点 才将此事压下去 魏清涛不得不离开国杆 去云南避风头 就这样 白鹰仓逼走了死对头 一个月后 他顺利当上了 国杆财政局副局长 至于那个横死的女孩 谁关心呢 反正在国杆 或者说在白鹰仓眼里 死个人跟死一只蚂蚁一样 稀松平常 但到了今年十月之后 白鹰仓和白家 以及整个国杆大小家族 和军阀的好日子 都到了头 近十年来 他们构建起来的诈骗王国 掏空了多少中国人的家庭 逼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 又诱骗了多少中国人去卖民 中国三番五次 要他们铲除电炸行业 交出电炸人员 但他们置若网闻 阳奉阴违 于是 彭家生的儿子彭德仁 打着反电炸的口号 开始进攻国杆 战争一开始 有传闻称 白鹰仓逃跑了 但白鹰仓很快 在发平台上 发了一则视频 表示自己还在果敢 绝不会跑 而且还跟手下的民兵们打击 为应付即将到来的硬仗 白鹰仓不得不将诈骗 园区楼房改造成碉堡 并设置射击孔 准备与国杆同盟军进行顽抗 然而 老实说 一旦被围困 园区被包围 他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另外 他还在网平台上大骂棚的人 迁带出了某大国 就在白鹰仓口出狂言的时候 他曾经的老对手魏清涛 已经在中国柱上软包间 并且对国杆的父老乡亲喊了话 魏清涛这个视频 不知白嫂看了没有 如果看了 该做如何感想 不管如何 战斗正列之际 白鹰仓没有逃之夭夭 竟然一直坚守在国杆 带领民兵战斗 某种程度上说 此人也算一条汉子 但问题是 你干了那么多桑尽天良的事 负于顽抗又有什么意义 天道又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不是不报 是后味道 你还不如学学你的老对手魏清涛 别人已经在中国的软包间 吃上免费饭菜了 我们相信 他一定非常想念你 也希望你也早点去 说不定你们两个 可能会关同一间监设 成为育友 一起吹吹牛皮 缅怀当年 在果敢无法无天的好日子